最大滅的國旗 全台最大巨幅國旗長36公尺 快24公尺 由72名災後城市復原英雄 護旗進場 讓現場2萬人超激動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為了給國家慶勝 台中市府還邀請金曲將得主 台中市內合唱團領唱國歌 我們只有一個國 那就是中華民國 我們只有一個家 那就是台灣 清晨五六點 打批民眾聚集在福千廣場 打排長浪 大家都是為了領取限量 五千份的國慶紀念品 折疊牛仔帽 雙十國慶日放假一天 南投河歡山五嶺 天還沒亮 湧入大批人潮 無領廳 即到人都走不動 地下的汽機車亂成一團 出現一堆違規停車 雙向交通受阻 擦撞事故 都是為了要迎接國慶日出 造成的亂象 舉發交通違規七件 普通重機車 駕駛自摔 受傷 A2交通事故兩件 爆量的人車潮在七點後逐漸散去 現場還有不少民眾停留 自備國情在鏡頭軍前擺拍 在國慶日留下難忘回憶 記者陳廣任 賴宏偉 曾偉祥 揚聲 彭宇菲 台中南投 採訪不到